你知道吗 原来功夫熊猫中 有一双能够增加1000倍功力的鞋子 虽然我们都知道 翡翠弓有很多西式之宝 但它们并没有特别强大的能力 更多的作用只是留作纪念 而在翡翠弓之外 通常都会出现能力非常逆天的宝物 因为阿宝最近在练功上的懈怠 浣熊师傅决定让他进入严格的特训模式 如果阿宝想要免去特训 只有通过三根针的测试 把三根针丢到空中 然后准确地踢开它 为了能够偷懒 阿宝便尝试浣熊师傅所说的三根针测试 然而却发现自己连第一步都无法完成 在快螳螂的提醒下 阿宝决定去地下市场 寻找一些可以通过测试的道具 刚来到地下市场 阿宝的意图就已经被对方看穿 师傅玩金币 对方就拿出了可以增加1000倍功力的功夫鞋 虽然这双鞋子拥有的能力非常逆天 但也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 只要使用的时间超过两个时辰 就会被这双鞋子侵蚀成为傀儡 然而阿宝完全不把老板的话放在心里 在对方还没有说完就离开了地下市场 来到练功房后 阿宝迫不及待想要尝试一下三根针的测试 第二天一早 阿宝就告诉所有人自己要完成测试 浣熊师傅却不以为然 因为这种测试基本没有人可以做到 更不用说最近一直在偷懒的阿宝了 然而接下来却惊掉了师傅的下巴 阿宝终于得偿所愿不用再去练功 但他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功夫鞋侵蚀 在功夫鞋的控制下阿宝直接摧毁了鹅霸的面馆 就在功夫鞋向鹅霸发动攻击的时候 却被一盆冷水逼退 这才让阿宝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在阿宝还在洋洋得意的时候 快螳螂找到他并拆穿了功夫鞋的伪装 一夜之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明显是不可能的 能够帮助阿宝的只有自己提到过的地下市场 阿宝再次来到地下市场时 这里已经空无一人 本打算把鞋留在这里 却发现这双鞋已经完全脱不下来 回到翡翠宫后 阿宝坦白了所有事情的真相 然而师傅他们却早已知道鞋子的问题 之所以不拆穿 就是希望阿宝能够自己醒悟 在浣熊师傅准备帮阿宝脱下鞋子的时候 功夫鞋直接踹飞了师傅 就算武侠联手也无法阻止阿宝 在功夫鞋想要对师傅痛下杀手时 阿宝凭借顽强的毅力顶住了鞋子的控制 随后阿宝使用长刀斩碎了功夫鞋 然而没想到这东西居然还能够依靠碎片分裂 面对这种无解的局面 阿宝灵机一动想到了自己在鹅爸店里的情景 这鞋子被水克制并非无解 于是阿宝引诱功夫鞋前往身后的水石 最终成功消灭了功夫鞋 但在剧情的最后功夫鞋再一次出现 并且被地下市场的老板抓住带了回去